就是永遠不能完美 完美才會被存在著 它不是叫你不要完美 但它就是讓你 永遠不要讓自己去達到最完美的那個境界 這樣子你才會有動力 一直去往那個目標去努力 你才會一直去突破自己 因為你有時候 你可能自己覺得達到完美的那個狀態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我已經好了 到了 那就沒有目標了 所以這句話也是一直在提醒我說 要讓自己一直要有一個更完美的目標 你要在前面你才不會 因為達到了某些的成就 然後你就帶動 永遠不能完美 完美才會被存在著